有没有一种可能 摩拉克斯才是真正的第三降临者 在提瓦特的星空中 存在着万物生灵的命之作 而命之作决定了每一个生灵的命运 而所谓命之作又是怎么来的呢 在伟大的占星术士莫娜的大招介绍里 我们能看到这样一句话 自从神的目光开始牵引天上的光明 命运自责被称之为命运 在激活里灌中 有这样的一句话 人们享受着繁荣 把一切交付给了天空的启示 这是既定知识 未来绝对不可能出现任何偏移 随着风丹剧情落幕 那维莱特的语音已经全面解锁 在角色故事5当中也提到了命运 他认为所谓命运 只是这个世界目前的主人 对于生命的玩弄罢了 冲铸了完整之龙的王座与头衔 高贵如他 本不需要进入命运的系统里 是他自己主动走向命运 占据了特殊且尊贵的位置 在星空上烙印下了 属于只有执政和匹敌世界之人 才会拥有的属于自己的倒影 而在这个故事结尾 似乎那维莱特命座的名字 是由自己来命名的 而他的传说任务 被命名为浪语之章 毕竟是原始古龙 特殊的很正常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做过剧情的都知道 原神里面的角色 他的命之座 都和自己的传说任务名字一样 电视城市执政也一样如此 风神的命座是戈仙座 任务是戈仙之章 雷神的命座是天下人座 任务是天下人之章 草神的命座是智慧主座 任务是智慧主之章 但唯独掩饰摩拉克斯的不一样 他的命座是阳王帝君座 而任务却是古文之章 后里谢 如果说按照这句话来看的话 摩拉克斯的命座 并不符合执政的特点 他也并非是古龙 那岂不是在说明 他就是匹迪世界之人 而在水仙后续任务里 降临者的概念调整为 唯有自身等价一个世界的外来者 才能单此头衔 匹迪一个世界 算不算自身等价一个世界 如此来看 摩拉克斯岂不是降临者 假设这个设定为真 那摩拉克斯是何时 降临提瓦特这个世界 而他又是第几降临者 在杨佩之一里有这样一段话 摩拉克斯曾见证过一场 足以毁灭世界的旷世大战 我个人认为 这场斗争则是 天理与尼伯龙根的斗争 天理曾在复仇的大战中受到重创 无力压制世界本来的秩序 他与另外一名后来者 一同制造了神之心 而神之心 则是第三降临者的骸骨 那么接下来则是我个人猜想 天理与尼伯龙根大战后 整个世界瀕临毁灭 原本的秩序崩万不堪 为了镇压调伏世界的不甘与愤恨 天理用令人难以拒绝的条件 与尚在此世的第三降临者 签订了一份 属于提瓦特大陆的最初的契约 原处将自身的权柄分散 荣物提瓦特以此来稳固世界 构建许甲之天让其隔绝 好让世界得以修养生息 原处的权柄碎片 化作了万千魔神 衍生于世 第三降临者将旅行其余上的内容 他开始分离自己 海骨配合着天理 制造出七颗神之心 以此来归纳世界的秩序 血弱则化作大陆上一切银钱 金钱流通的轨迹 构成世界的血管门路 浅散大部分力量 让提瓦特重现生机 最后演化自己 以摩拉克斯的身份 历临此世 投身魔神战争之中 还记得时书记录中的记载吗 出阎王将军 退海朝立天恒 将军一词 是一位贬折千居 在日文里 有地位下降的含义 英译的翻译是Demos 意味降低地位 又或者是降级的含义 由此我推断 摩拉克斯便是所谓的 第三降临者